现在山火很大 那么2万多人被疏散 大家看到了吗 加拿大跳脚了 紧张了 连美国也跟着遭殃啊 纽约变成这样 自由女神在这儿 几乎都快看不清楚了 然后大家还戴到什么 N95口罩都出来了 好十几个美国的州 都发现这样的空气品质 急剧的下降 有人形容这简直像是 世界末日一般 怎么办呢 美加两国领导人 赶快急通电话 要怎么样来互相提供支援 可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很麻烦 韩冰 这个其实火灾的问题 这几年一直都在困扰美国 但是以前大部分发生在西岸这里 那这次在东岸这边 这个真的比较慢 而且是从加拿大那边烧 那这种都是因为天气过度干燥 然后造成这种直接就燃烧起来 那他们那个烧的面积都非常非常大 没错 如果你按照过去的经验的话 我看没有个 没有个半个月一个月恐怕很难弄完 所以这样的状况就是只能够尽全力去灭火 然后如果空气品质真的太糟 大家不是戴口罩就是疏散 但是纽约这种地方你根本不可能疏散 对啊 对啊 所以 出门戴防毒面具有可能啦 但那个其实那么热的天气再戴防毒面具 我爸讲就昏 这时候也顾不得了 对人恐怕就昏倒了 你戴戴看 我不要讲防毒面具 N95你的代表 是 N95你光走路呼吸都会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只有忍耐 然后只能祈祷尽快火灾解除 不然的话 这个改善不了 而且火灾解除完之后 恐怕都好长一段时间会持续的空气污染 这是没办法的事 北约要在德国 是主要在德国 当然还有在其他的地方 主要在德国举办说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空中军事演习 时间是从6月12号持续到24号 那么呢 这个一共说是有一万名士兵 还有多达220架飞机 会参加这次的演习 一共有25个国家共同来参与 不过 220多架飞机 大约一半的飞机是要由美国来提供 颜佯君 这个是什么道理啊 其他的国家呢 因为飞机的联合作战 本来就很困难 就是说你从一个国家 从一个军种的联合演习 都是非常复杂而且困难 所以你要纳入别的国家的飞机 进来演习的话 第一个你的link data link是不是能通 你像F16 data link 16 是美国很多战机用的 那你现在像爱沙尼亚 这些国家能不能通 所以200架在我们以前的战史来看 不是多大的数字 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以前欧战场上一次出动 就是一两千架都有的 所以这个一万多名可能还是地面的 那这里面最大规模的空中演习 但是你只有200架 这个两个话是不是有点矛盾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部队参加 200架 讲良心话 一个空军作战司令部就可以驾驭了 你这么长那么多天嘛 12号到24是12天 200架 你出动多少架次 对不对 所以这个演习内容我们没看到 但是我觉得你要跨国家 跨机种 这指挥通勤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你飞机上有没有共同图像 这些东西 战管 语言的通意 对不对 这些都是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秀 很可以 主要是什么 给俄国一个颜色看 你看我八国联军来了 我是25国 25国 不举八国 对啊 25国 那挥个旗子也算一国 所以要秀 这主要是要秀肌肉 可是这肌肉够丰厚吗 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所以他所谓的最大规模 220多架 如果真的不是够看了的话 那是一万名士兵是很了不起了 最主要的是美国他担忧 俄乌的冲突往西扩散 因为如果说这个战争打的情况并不理想 那第二个战场被开闭 例如说在波罗的海这个战场被开闭 所以你看他在演习区里面有个就是在波罗的海的拉托亚 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有个演习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中欧 捷克德国 捷克 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是捷克德国呢 因为再往前伸就是波兰了 也就是说如果说俄国他最后他决定要把这个战场扩大 或者是说乌克兰对于俄国的境内的打击到普丁已经无法容忍 那必须要把这个战场从乌克兰往外扩散 那就会进入北约的时候就跟北约就直接冲突了 这个时候北约就面对他的这个第五条的公约要不要履行 如果要履行北约就直接跟俄国交战 这是乌克兰最想要看到的事情 可是北约不想跟俄国直接交战 因为俄国用正规战来跟北约打 俄国没有胜算 那因此俄国最有可能会使用这个战术核武 然后再衍生往这个我们讲的战争螺旋 到最后可能战略核武 那因此在这个时候美国跟德国他们的做法 跟北约的做法就是采用大规模的军演来遏制中国大陆 遏制俄罗斯说我有足够的力量 所以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把战场局限在乌克兰 不要往外扩散 那事实上其实我们看到德国最近非常的积极 就是一方面你看德国总理萧姿 拉着马克宏 希望他能够什么好好的就跟北约一同要紧实的站队 不要有自己不同的意见 然后另外一头呢 其实拉着马克宏你看 德国重工业集团要跟印度签什么潜舰备忘录 要帮印度海军打造六艘柴油潜舰 那两年前那时候是说印度是什么 要自己做 结果现在是帮你印度做 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 是印度是自己没办法做吗 所以现在才要这样 那这个合作我看 哇德国跟印度要拉紧合作 我看那个美国的防长最近也去跟印度讲 说我们要一起合作做那个战机的引擎 都拉着印度 印度它基本上是八国联军 它的那个武器系统太混乱了 它有英制的 有美制的 有俄制的 有法制的 有德制的 还有自制的 所以它的武器系统乱得一塌糊涂 规格都不一样 以为也不一样 坦白说我们对于印度的这个武器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发展 说我要到处买武器 到处来做武器 到处跟人家合作 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做得漂亮 这才怪 做航 搞航母 搞不像样 搞坦克 坦克不像话 搞飞机 飞机飞不好 搞船 船还会倒 还会翻 然后盖大桥 大桥会塌 所以这个国家很特别 那对德国人来讲是赚钱 因为德国说我帮你设计 你来打造 可是如果一旦给印度打造 你就别想第一个如期完成 第二个别想它的品质 像德国一样做出来的品质 完全不要想 绝对不要想 因为印度制造的时候 就不会是德国制造的那样的水平 保证出不出来 就会差一截 所以就算德国这公司是 全球为二有崛弃推进技术的 潜建制造商之一 但是又如何呢 看起来赖老师不太乐观 印度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得出来 做得好的 他连高铁都做不出来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级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街 自尊敬素 我们下载中天新闻网 最后就 leave 我们下载一下 听这次aven vil 见不客气 感谢观看